今天是高原騎士品威論樂跨界講座第一場 那今天邀請到的主講人是優生學的音響負責語言Martin 那請問Martin 今天打算用什麼方式結合音樂與威士忌做一個呈現呢 今天的主題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用好的音響來呈現音樂 讓大家對酒有更深一層的感受 因為其實酒跟這個音樂一樣 他們都在傳遞一個這個某些人對感受的詮釋 比如說酒就是釀酒師對酒的詮釋 那麼他的味道的感動 這個一定要現場才能體會到 那麼音樂呢音響就在呈現音樂家或製作人 他們想要呈現出某種聲音上的感覺 那這個感覺你也只有現場聽到 你沒有機會透過網路的文字敘述或什麼來瞭解 所以我們在現場有酒有聲音有音樂 那我們會選一些我們聽了比較有感觸 我們聽了比較有感覺的 我們會被他的音樂的這個表現觸動 會感動的這些東西 然後跟酒一起搭配呢 我們就希望給大家一個非常不一樣的體驗 嗯 是那非常謝謝Martin 那也非常期待今天晚上的講座 謝謝